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WOW 大家好 我是花永慧 我是江大力 我是王于昕 我是陈炳泽 我是谭一涵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炳泽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美人鱼吗 大家对美人鱼的传说众说纷纭 但是我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没有美人鱼 不过在英国就有一片海滩上 有成群结队的美人鱼在上面开派对呢 等一下 你说成群结队的美人鱼 但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 其实它们都是有人装扮成的 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海滩上 就看看下面这则新闻吧 美人鱼 一个古老又神秘的传说 但是你有看过成群结队的人鱼 出现在海边的样子吗 现在来英国还不算太晚 这里是位在英国南海岸的小镇 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 能吸引各式各样的美人鱼前来潮胜呢 原来一年一度的海洋节在这里揭开序幕 现场不仅有音乐会 空韧课还有艺文表演 让这个夏天增添 与众不同的缤纷色彩 这些美人鱼来自世界各地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只要你有热情 喜欢大海 欢迎来美丽的海岸 成为自由自在的美人鱼 虽然放远望去 整个沙滩上都是满满的美人鱼 但这个海洋节的活动 除了想挑战世界纪录外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意义 现在变成了音乐 食物 饭 当地政府将海洋与活动结合 目的就是希望 不管是居民或是前来潮胜的观光客 都可以享受这片美丽的海洋 而在活动现场也传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我可以告诉你现在 今天晚上的美人鱼和美人鱼 是325元 恭喜他们成功打过世界纪录 让来这里度假的大朋友 小朋友 不只能享受美人鱼的狂欢派对 也可以感受到有心人士对海洋的关系与热情 下次到英国也可以去看看这片美丽的海岸 成群结队的美人鱼在海滩上 不晓得是什么样子 对 刚刚结合当地这色 光看影片就好想让人去英国 跟着美人鱼们共享盛举 真是的 你们先不要急着羡慕 在国外的海滩有美丽的美人鱼 在台湾的海滩当然有美丽的风景 即日起到7月中 在福隆海水浴场 有一年一度的国际沙雕艺术节 现在就马上请小记者玉燕 带我们现场直集 我是特派记者黄玉燕 现在位于新北市福隆海水浴场 一年一度的国际沙雕艺术节 今年迈入第十一届 主题以金沙启航 爱与勇气的冒险之旅 象征福隆沙雕迈入下一个新阶段 这趟冒险之旅 由航海支付哥伦布领航 可以一路从龟山岛 玩到蓝雨 绿岛等台湾岛屿 再前进至世界岛屿 最后会看见这一座颠岛的城市 是今年最大的特色 我这一次的设计是颠岛世界 那我想要的就是 可以把全部的我们展览的主题 都可以贯穿起来 那既然是金沙启航 我希望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魔镜 注立在这片沙滩上 那让所有的游客 他们都是一个冒险家 除此之外 今年首创可以触摸的沙雕 参观者能够登上赏金船拍照去 大幅增加互动性 你好我是大爱小主播黄远 请问你们刚刚站上这个沙雕的感觉如何 我们觉得很开心 而且之前是不可以接近这个沙雕的 然后这一次可以站在比较高的地方 可以看到所有的沙雕 觉得很开心 而且高度也都蛮高的 几乎都看得到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黑位子 那你喜欢他们吗 为什么 好可爱 你最喜欢哪一座沙雕 我最喜欢那边的西方海盗船 那为什么喜欢 因为它做得很精致 我觉得这边的沙雕 每一个沙雕的作品很细腻又很巨大 然后我觉得啊 就是小小的沙子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作品 然后就是不畏风吹雨打很坚硬 我觉得很厉害 这些松软的沙子 是如何变成坚固的沙雕作品呢 请沙雕师来告诉我们 沙雕师你好 你好 请问这些沙雕作品 不怕风吹雨淋吗 我们在制作完之后 会在上面喷一层环保胶 那等它干了之后 基本上是非常坚固的 那这个环保胶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吗 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让它回归沙滩 那这些胶皮在经过时间之后 会分解掉 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希望我们再透过我们的沙雕作品 可以引导观众 共同一起爱护这片沙滩 谢谢沙雕师 你喜欢这样的海滩文化吗 沙雕剂展从4月21日到7月15日 热爱海滩文化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 以上是小主播看天下 WOW新闻 黄运院的采访报导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这些沙雕好厉害喔 沙子游戏又不容易固定 居然可以做成一个个精致的作品 而且台湾四面环海 沙雕也就成为我们特殊的海洋文化了 每年夏天都会吸引许多热爱海洋的 大朋友小朋友们前来朝圣 那除了沙雕剂 你们还知道哪些 跟海洋结合的观光活动呢 我们来看看吧 这是我要介绍的头尘海洋文化剂 冲浪 对 这是专门在头尘 还有巫师港那里 专门关于冲浪的文化剂 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了18年了 18 然后这个是我参加当地业者 专门为小孩子开办的像是海洋教育文化 还有冲浪活动 整个小孩子做的 真的 而且这个活动 它还可以带领更多人来认识地形 还有海洋安全 还有文化也可以发展出去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真的 这是我准备的 这是澎湖的海上花火节 它在白天的时候 就会有漂亮的海湾美景 晚上的时候还会有 特别的烟火大笑可以给大家欣赏 台湾虽然是一座小小的海岛 但只要加一点创意 再加一点行动力 就可以将这特有的海洋文化发扬光大 真的 因为近年来 在观光节和休闲娱乐 非常受欢迎 而今天的够来杂学 也要请于昕还有佑晨 来带我好好地享受一下 讲是什么 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出去旅游 然后住过民宿吧 有啊 住民宿很悠闲 感觉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早餐也非常地好吃 我超喜欢去住民宿的 没错 没错 我也是 再想象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们变成了民宿老板 那是怎么样的呢 每天游三万岁 和各国游客交流 这一定是一个很梦幻的工作 于昕 真的是这样吗 跟着我跟佑晨去体验就知道了 请看今天的 够来杂学 现代人的梦想工作 就是自己创业当老板 而当老板中 许多人希望能在美景之前 开个民宿 工作可以休闲 休闲中还可以工作 到底当个民宿老板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忙 是每天早处早起床 对啊 为什么啊 就准备早餐的部分 来给房客吃啊 对 每天都是五点多就起来 对啊 所以是把这些材料 都给老板娘 然后老板娘 再把它弄成安保 早上五点多 厨房和早餐房 就已经瓢出了香味 而我和佑晨也得打起精神 开始动工啊 慢慢的 会吗 那小心啊 越到底了 就应该越到高 你如果怕弄到就这样 慢慢的这样 你知道吗 老板娘 你通常都几点起来啊 通常都在三四点那里 哇 那么早啊 对啊 要住早餐里都要这么早 老板娘 那我们今天要做几人份的早餐啊 现在目前这样子的话 要做十七人份的早餐 这么多啊 还少了啦 怎么会多 这超重 老板娘 好茶 为什么拿那么重的给我 又臣 今天我们就这一批 是等一下你要外送的 十七人份的 好 那你帮我看好他 等一下你再叫我 好 三分钟就叫我 三分钟 好 可以了吧 好 好 就是呢 一大早就要起来 然后 因为呢 做早餐是第一次做 所以 有一些不太懂的 然后就 会 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控制 像是 那个削小黄瓜 有时候就会 削得比较 水分比较多 然后就必须丢掉 然后还在烤面包的时候 靠近炉子很热 然后很容易就流汗 然后你要计时 然后还要看那个 面包的温度摸一下 然后还要看表面 有没有烤焦 做这个其实很好玩 因为是第一次做 所以可以尝试新的东西 老板娘 这十七份的早餐 然后我们几点也要送出去 弄好就要送出去 老板娘 我觉得你弄得还不错 有越来越有老板的价值 就是要学 学过之后就熟能神强 就会越来越懂 我觉得吃早餐很简单 可是做早餐很鲜 你看你吃要做这么多早餐 我们只要吃一份就好 对啊 老板娘 那边走吗 前面那边 摸摸 好 这边六份 隔壁都有六份 好 那我去隔壁 那我去隔壁 老板娘 这条路上就是台东市的民宿区 许多游客到台东都会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 在安明摩的路上 我们一间一间的送早餐 让游客能感受到 我们早早就起床做早餐的心意 我们现在要干嘛 我不知道 好像是回去的时候 要开始整理 然后要准备整理民宿的样子 送完早餐只是工作的一个小段落 接下来还有 不是 你大早了 那么乖 你再会骑 你再早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你的 抱歉 抱歉 太累 太累 你没拍到我看了你 好玩笑 真糟糕 不习惯早起的我竟然不小心睡着了 我得努力打起精神 后面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了 这个是你的冰奶茶 我有点热的 确定是热的吗 不好意思 妹妹 牙包过来 好 你好 喂 你好 是一个 一个起司汉堡 然后一个蔬果总会 一个玉米蛋饼 一个火腿蛋饼 一个起司蛋饼 OK 好 谢谢 拜拜 还有电话还有贵心 等等等等 喂 好 它关掉了 妹妹 你写好了吗 你刚才写的就不用再画了 可是我刚才写的很很很 没关系 给你的记忆想一下 还有一个冲什么东西的 冲抓笔 外送的点餐服务 真的是考导我 如果没有超强的 记忆及十足的耐心 根本无法应付客人的快速点餐 还好有老板娘从旁知道 我才能化解危机 来 我们要上去弄民宿了 好 好 来 一个人拿这个 拿好 可以吗 可以 相信你也是可以 是上去楼上吗 对 距离3028 3028是哪里 好 那老板娘我们现在要 好 等你坐 好 先把冲水放 刷马桶这种事 让我来就好 你不敢没有关系 亲爱的 不行 用这支 不是开玩笑的吧 没有开玩笑 因为要干净一点 然后你要把边边 蜂木析都把它刷干净 好吧 加油 加油 好 不错 你刷完亮了 好 你刷完我觉得可以 你就把它冲 这样子 你不用怕它痛 怕死不会痛 这样子 有没有 一次到底 因为我们在洗脸 还是什么都会噴到这个 水会噴上去 对 那我们就把它刷干净 很不会有那个水质 这下面的呢 下面的一块 就用手这样子 这样也不要 好 其实认真讲是全部摔一摔 然后再一起冲 连马桶都要洗 那下面要洗吗 下面这边 要啊 都要洗啊 你要想像这是在你的家 这是你的浴室 这就是我的东西 你必要把它洗干净 对啊 懂 因为我把它当作 这不是我自己的东西 只是人家付钱 来做的话 这样客人也危险 对 这是我们来用床的 好 这是大床的 大床的 大床的 大床的背 大床的背 这是小床的 小床了 要把那个脚先抓好 慢慢地这样拉上去 老板娘 不用 他塞不进去 等一下 要有配包的 老板娘以前就是在饭店 做房屋工作 整理起房间完全不马虎 他总是告诉我们 做民宿 就是要让客人有想住 自己家的干净舒适 无论是铺床 装棉被 枕头 刷马桶 擦地板 每项环节都要注意小细节 老板娘我们已经把房间 整理好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好 不错 今天辛苦你们了 不会啦 其实你也很辛苦 因为你每天都要这样 对啊 这是我们辛苦 整理好的民宿 想要住看看吗 记得找我们 从一早就没有停止的工作 终于告了一个段落 下午两点 终于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你们都是这个时候 才吃午餐了 因为要把东西都弄好之后 才可以吃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很累 那一直吃饱 要马上赶着去做别的工作 对 因为我们原本都觉得 民宿好像很猛快 就是在那边 很悠闲 坐在那边等客人来就好了 其实今天才发现 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 做早餐啊 整理房间啊 什么都很累这样 而且好像午餐 到现在快要两点了 再吃 而且啊 这边还有打工还速 对 打工还速 我觉得我们今天 好像也是打工还速 超级像的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对不对 是啊 有机会欢迎你们再来 来 再到晚餐吃吧 好 看到 对 这样子不会再吃 开民宿当老板 是很多人的梦想职业 不过啊 经过这次的体验 我才发现这个工作 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让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没错 民宿老板必须要主动 发现客人的需要 照顾客人的需求 还要满足客人的享受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看样子 我还是只适合去住民宿 不要想要去开民宿啦 哇 原来当民宿老板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 靠着咖啡聊是非的工作 雨昕 你体验之后啊 你的最印象深刻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那天凌晨五点就起床了 五点 五点 我还在睡梦中耶 对 因为他们要准备早餐啊 然后还要送早餐什么 又加上我们的民宿是早餐店 加就是民宿老板 所以又更辛苦了 我们送完早餐之后 还要再赶着上去打扫民宿啊 然后打扫房间 或者是帮他们换一些备单啊 像是要洗 床带 所以我们五点 虽然五点都起床了 可是那一天好像到很晚很晚 才吃早餐 那你们有没有住过 什么很有特色的民宿啊 我们来看看吧 这是我要介绍的特色民宿 这是我住过最小的民宿 它是在日本 它是多小呢 它小到这样子一张照片 就可以带进它全部的面貌 就只有一张床 对 那浴室呢 浴室 厕所都在外面共用 所以这个照片外面都是墙 真的好小喔 就笑一个 然后这是我住过最大的 它在泰国 而且它很特别 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到得了那里 它就只能坐船 坐船 船还没有码头 你自己滑吗 不是我自己滑 就是别人滑 然后再走 然后所以需要扛着行李 然后涉水走到沙滩 太酷了吧 它门口就直接连接着沙滩 对 就在这里 这就是门口 然后旁边都有热带雨林 然后它们民宿是一栋一栋的 所以我分配到的是这一栋 这个吗 对 好漂亮 很像明信片的感觉 对啊 然后花园超大的 还有洋伞 可以坐在那里 太棒了吧 好像丛林中的一间秘境的那种感觉 对 你讲了我也想要去住 好 这一张是我的 那它就是俗称 浦里 它是在浦里的一个彩虹屋 它也有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清澈的一个湖 哇 还可以倒影 好像镜子 对 没错 它里面有一些鱼啊鸭子啊什么都在里面游游 比如说你从民宿下来好了 哇 你现在阳光照在身上很舒服很温暖这样子 那还可以喂鱼喂鸭 就是它会提供一些面包啊什么的 比如说你今天起床心情好好 然后就走到下面休闲的在那边喂鸭什么的 这样很舒服 它晚上也很美 因为它就是 它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就有点像秘境那样 室外桥圆 没错 这也很漂亮我觉得 哇 太漂亮了 那这是我的 这是在屏东 屏东 屏东 然后这个民宿就是 它有一个独立花园 就像那一张 就是这个 也很漂亮 它就是 这是游泳池吗 对 游泳池 然后游泳池的后面 你走那个阶梯上去 还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 那你要泡冷泉 还是要泡热的 对 都可以 然后像这支白鹿丝的后面 就有一个很大的壶 然后里面就很多支鱼 我们也可以就是 早上的时候就跟 去欣赏 对 去欣赏 然后去跟 跟那个管理中心的 拿饲料 所以每一个行业 它都会有自己工作的 一个小秘诀 那但是像民宿老板 虽然每一间的服务特色 都不一样 可是他们都是希望给 就是来休息的旅客 一个最舒适 然后一个最像家的空间 没错 所以我们出去旅游 到民宿休息的时候 也记得要不吝啬地 感谢民宿老板的辛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